哇哇哇 赶快来看这怎么回事啊 沙滩上头我们的马祖士兵留下求救讯息 写了什么 好 网络酸爆了 抗中卯台这样搞吗 你要搞死人吗 先来看看根据了 你看这最新有人陈宏这个 陈宏认的脸书 他po出这样的一个照片 上面是什么 马房部火房都没肉啦 在沙滩上你看写出来哦 肚子很饿啦 都吃罐头泡面 天哪 这是怎么回事 好 其实这个地方是位在举光乡 位于马祖列岛的南部 由冬菊岛跟西菊岛呢 两岛所组成 那其实呢 西菊岛呢 被这个被称为是离岛中的离岛 岛上大约有200位的百姓 还有500位的军人 但问题来了 为什么连肉都没有 吃泡面吃罐头 肚子很饿 没东西吃 是怎么回事啊 好货船已经21天 没有运步了耶 再继续拖 那要变30天吗 一个月吗 两个月吗 好 如果没有po出这一张 在沙滩上头写出的求救讯号 请问这事情还会被压到什么时候 来看看网友骂翻了 有人就说 当年死守的岛屿 仿佛被现今执政党直接给抛弃耶 好 另外有人说 不用对岸打过来啦 你政府自己先搞垮自己 玩死自己了啦 好 这个当地的阿兵哥也在爆料公社表示说 备战梁的马祖 国防部放弃的外岛 补给船一个月都没有开了 只能吃白饭配泡面 没东西吃了 为何别人能够协调C130来帮忙 那我们呢 天哪 连战争都不用打 我们的阿兵哥就这样子面临这样的窘况 立委陈雪生大骂 两岸这么的紧张 伙食怎么可以短缺啊 民以食为天 你最基本吃饱吧 物资本来就是应该准备充足 不然请问怎么打仗呢 天哪 那目前国防部深夜赶快急忙连夜 做出了回应 表示说负责运补的军租名船 因为呢 海巷不佳所以延航 然后呢 又故障 又在维修 反正就是一头拉骨的问题就对了 那网传所称只有什么白米并不是事实 他们这个国防部是驳斥的 说没有只有白米 他说6号将以C130运输机来前运 但是你看看我们的兵 写出的 在沙滩上头写出的求救训席 在对照国防部的说法 到底谁对说谎 谁被打脸 待会儿大家来思考一下 那国防部 邱国正也很震惊 今天有外交国防委员会哦 要来备巡哦 立委已经磨刀祸祸 要来问我们的国防部长 邱国正你知不知道 前线第一线的阿兵哥 连个肉都没得吃 连个补给船一个月都没有开呢 立委马文军就说 前线的军员以爆量的方式来求救 你看在沙滩上写字 怎么能够让家长放心啊 仗都还没打就这样 那如果真的不幸发生战争怎么办呢 孩子兵役延长 如何从军报国谁敢啊 那国防部呢 当然真也很多 之前不是在网站公告 权动法的修法吗 然后后来又辟谣吗 说国家不会让孩子上战场 网友也吐槽酸暴了 说强制动员不就是为了应付战争 那动员来度假的吗 你说不上战场你要动员大家 那请问动员大家是干嘛 你当大家都所有百姓都是817 智商都是零吗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饮法族 有儿童 有孕妇 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在快点够购买 才是最划算的